古代夫妇睡觉时 居然需要压坏守在床边 这种行为似乎令人难以理解 但实际上它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 这古老的风俗揭示了怎样的文化内涵 为什么古人对此并不觉得尴尬呢 在古代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中 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是无法自立的 他们需要大量的仆人日夜侍奉 这已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那么为什么主人家在睡眠时 也要特别安排丫鬟守候呢 原因实际上非常简单 满足主人的各种需求 首先是供应的便利 古时没有现代的生活设施 如果主人半夜口渴或需要其他服务 就必须依靠人工的照亮 让丫鬟时刻待在身边 能够第一时间响应 省去主人一一吩咐的麻烦 这对保证舒适是非常重要的 举个例子 太长城催凤的妻子 有一次半夜突然牙疼难忍 需要丫鬟送来温水漱口 以缓解痛苦 如果没有丫鬟在床边守候 这种突发情况将很难应对 正是因为有了丫鬟的细心照亮 太长催凤妻子的痛苦得以减轻 还有某位大臣的妻子 经常因为怀孕而感到反胃呕吐 导致睡眠质量不佳 如果没有丫鬟及时送来 浆水等物品 她的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有人随教随道的好处 其次是体现了信任和赏赐连面 家中有很多丫鬟 能够获准进入主人的卧室 并承担如此私密的职责 必定是备受重用的亲信使女 对他们来说 这是无上的荣耀 主母们让心腹丫鬟首页 也是明示认可和拉拢组织的考量 以当朝第一美人脉腐人为例 她有二十名丫鬟服饰 其中最受宠爱的沈玉姬 更是独一无二的 脉腐人不仅供给她衣食无忧 还经常赏赐金银首饰 使她衣紧还香 有时候赏赐的价值 甚至超过了沈玉姬一生的身价 这样的慷慨待遇 无疑让成千上万的丫鬟都羡慕不已 这样的安排 无疑会赢得心腹丫鬟对主母的忠诚 他们将更加全心全意地回报主母的恩情 充满敬畏 这样的人事安排 也是主家多了可依赖的得力助手 这种明智的安排 不仅在内部团结一致 也在外部树立威信 一举两得 最后 守夜的丫鬟 还承担着保护主人的重要任务 古代社会动荡不安 主母们对潜在的危险心存警惕 让心腹丫鬟守在身边 不仅有助于安全 也体现了他们对丫鬟的信任 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的考虑并非启人忧天 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皇宫女官和官员大臣被暗杀的案例 有心人混入闺房确实是可能的 如果没有贴身的丫鬟及时发现并保护主母 后果将不开设想 可以说 丫鬟的保镖功能是非常必要的 由此可见 这个习俗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主人的需求 在他们眼中 丫鬟不过是为他们服务的工具 他们并不关心丫鬟的感受 家中的丫鬟等级森严 能否进入主人的卧房 以及负责的职责 都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匹配 一等丫鬟地位最高 受到最大程度的信任 负责最重要的任务 当主母睡觉时 他们必须守在床边 这意味着他们有权指挥管理 二等和三等丫鬟 无形中成为主母的得力助手 以当朝第一名季杜丽娘为例 她有一百名丫鬟侍奉 其中最受宠的是李昭仪 她从十几岁起 就一直陪伴在杜丽娘左右 成为心腹丫鬟 杜丽娘非常依赖她 所有大小事物都交给她处理 这使得李昭仪可以管理其他丫鬟 全力几乎与杜丽娘不相上下 成为真正的第二号人物 这样的殊荣足以让丫鬟们 竞相谄媚 争相忠诚 这也为杜丽娘 节省了很多心力 她只需放心享乐 不必操心其他琐事 心腹李昭仪 也因此锻炼出色的管理才能 将来或许能够独当一面 成为令主母引以为傲的人才 二等丫鬟地位次之 主要协助一等丫鬟的工作 除非得到上级丫鬟或主母的特别准许 否则无法进入卧房 她们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具体的杂物 如沐浴 梳妆和打扫等 以武则天这位全清朝野的女性为例 她常常照进宫侍奉的二等丫鬟的主要任务 是检查寝宫的整洁 以及是否有刺客潜入 如果一切正常 她会退至外室休息 如果发现异常情况 她会立即向心腹丫鬟报告并处理 表面上这样的安排是为了皇宫的安全 但实际上也是对心腹丫鬟施加压力 以防止她们疏忽职责 心腹丫鬟们非常明白其中的含义 因此更加勤奋努力 确保万无一失 最后是地位最低的三等丫鬟 通常只能负责院子里的劳动 很少有机会进入主家的那事 要想晋升 只能通过出色的表现赢得信任 然后才可能有机会 以宰相府为例 三等丫鬟只负责一些杂活 如除草和扫落业 她们整天在院子里辛勤劳作 很少能见到竹母本人 但是她们并不完全没有上升的机会 例如 有一个名叫云烟的丫鬟 也为皮肤白皙 工作认真而受到宰相妻子的赏识 后来 她取代了原来的二等丫鬟 成为竹母身边备受宠爱的人 这说明不同级别的守夜丫鬟 实际上反映了她们在主家中的地位 她们欣然接受这项工作 并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主家竹母对这个习俗并非完全没有芥蒂 她们可能会对丈夫夜间的私人事后感到不满 然而 总体而言 让自己的人守夜使她们更加安心 这主要有两个考虑 首先 身边的丫鬟们从小就侍奉主母 对她们了如指掌 相比外来女子 她们的背景清白 不太可能心怀而心 其次 这些丫鬟的生死权力完全掌握在主母手中 即使主母生下私生子 只要不触犯禁忌 她仍然能够全面掌控局面 以当代名模苏小妹为例 她多次发现自己丈夫偏爱一位模特白雪香 并将其作为情妇收入囊中 她感到焦虑不安 但却无法插手丈夫的私人生活 因为她没有权利 然而 她并非没有对策可言 只要稍微动用一些影响力 这位模特立即会从宠妾沦为囚徒 想到这一点 苏小妹感到稍微平衡了一些 这也成为她勉强接受这个事实的慰藉 相比之下 外界的女性通常身份不明 很难保证她们没有不良企图 更难以控制 让自己的人侍奉 反而成为主母们的一种保险选择 这种矛盾的心理 使得她们默认接受这种习俗 而这些侍奉的女性们 则完全没有表达自己态度的余地 她们从小舅被培养服从 无法对主母的安排提出任何意义 即使内心不情愿 也只能勉力装出甘之如頤的态度 有些人刚开始可能会觉得尴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逐渐适应了这种奇特的工作内容 在某地的总督府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总督的妾室刘氏本来是个已婚妇女 对这种奇怪的工作自然感到不适应 起初她感到羞愧 脸红而至 然而渐渐地她变得麻木了 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后来她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并习以为常地接受丫鬟的侍奉 不再感到尴尬 此外 这些丫鬟的命运 完全掌握在主人手中 如果他们有一点怨言 后果不堪设想 相反 即使内心怀有芥蒂 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 将主人的信任视为一种姓氏 毕竟能够在主人身边侍奉 已经是极大的恩宠 在京城有一位富家女子安琪 原本嫁给一位富商作为政事 然而意外之下 她的公公突然生病 需要她的照顾 安琪本来就厌恶这位年迈的公公 更不愿意面对她的私人需求 然而她别无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侍奉 后来她习惯了这个工作 并主动讨好公公 最终成为她宠爱的妻夫人 这主要是因为 掌握家族财产的公公有权势 安琪必须依附她才能得到享受 因此 这些丫鬟们 实际上是这种习俗中最无奈的一群 他们像牲畜一样被驱使 自己的感受从未被关注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古代人对情感活动 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 主人家对于丫鬟们 目睹其隐私并不觉得受损 这源于主人们的高高在上地位意识 他们似乎超越了常人的情感世界 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对于他们来说 丫鬟就像镜子或墙壁一样自然存在 以当朝第一学士为例 她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时 丝毫不介意丫鬟在场 她自视清高 认为奴才们无法触及她的一丝一毫 当丫鬟目睹她的私生活时 她毫不感到羞愧 毫不在意她们的目光 仿佛她们与墙上的壁画没有任何区别 另一方面 主人家却非常在意丫鬟们的名誉 主母一定会精心安排她们 嫁入体面的家庭 以防止她们遭受不体面的对待 这主要基于实际考虑 丫鬟如果失去真操 将无法进入体面的家庭 可能会引发麻烦 损害主人家的声誉 以武则天为例 她对宫中丫鬟的真操 非常严格要求 稍有疏忽 立即安排她们嫁人 丝毫不容有失 她甚至亲自设局 考察心腹丫鬟的端庄行为 以确保她们的清白无瑕 这种严格的手段 无以保护了宫中丫鬟的真结 也使得主人家的声名远扬 可以看出 古代人对于这两方面 情感的界限划分非常明确